车主说我以后再也不买长安货车了 到底是什么问题 跟小徐一起来看一下 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小徐 昨天我有一个大哥 说他的这个车坏掉了 变速箱里面有异响 挂不上档 然后让我去帮忙给他看一下 他这个车呢 本来是想走这个厂家的质保的 结果在4S店 说这个车不能质保了 已经超出了这个质保范围 因为他变速箱里面有些东西可以质保 有些东西没有质保 所以说让我给他拖回来再修一下 大家都知道在4S店里面修车肯定是比较贵的 然后我去了4S店呢 看了一下情况 就是变速箱里面有很多的这个铁渣 4S店给的意见就是更换变速箱总成 需要好几千块钱 其实现在很多人都不富裕啊 尤其是跑货拉货的大哥 所以说我就建议他先拿回来拆下来看一下嘛 能修就修嘛 不能修再换嘛 那么到底是哪里坏了 跟小徐一起来看一下 现在咱们把这个车从4S店给他拖走 再也不来4S店了 太贵了 这就是4S店拆下来的变速箱总成 它们只拆到了一半就没拆了 然后拆到前边 看到这里面啊 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铁渣 这就说明变速箱里面有东西坏掉了 看看小徐能不能给他一次性搞定啊 马上分解 这个变速箱我已经分解开了 问题也已经找到了 就是这个变速箱的副轴上面有一个这个轴承 轴承在这个变速箱的尾端直接被绞碎了 知道吧 大家看到没 就是这个烂的轴承已经被绞断了 这个铁渣就在变速箱里面来回的绞动 这个轴承就装在这里的 这个轴承是我找的一个替代品 因为这个原装的轴承买不到 我问了好多家配件商都没有 只能找一个这个替代品 这个是变速箱的中壳 已经洗得干干净净了 准备组装 现在把这个变速箱的中壳给装上去 本来这个中壳按理说是要更换的 但是买不着 我也是服了这个车了 配件好多都买不到 这个轴承它就是在这里被磨了 大家看一下 轴承对应的位置是在这个尾壳的后面 相当于轴承这半边就装在这里的 你看这个轴承坏了之后就把这个壳体给磨成什么样子了 而且这个尾壳也是没有卖的 我也是服了这个车了 我也是服了这个车了 问了好多个配件商都没有卖的 我只能给它轻微处理一下 将就着装吧 这个叫变速箱尾壳 它就是装在这里的 看到没 就这样装上去的 那个轴承就相当于在那里硬磨 导致了异响 变速箱已经全部组装好 马上准备给它抬上去 看看我一个人怎么把这个变速箱给它装上去 看到没 这个变速箱是这么装上去的 因为条件有限 用这个千斤顶自己趴在地上 慢慢往前面装 现在变速箱已经全部装好了 都装上车了 非常简单 这个车的变速箱 好朋友们 刚才给大家看了一下这个变速箱的维修过程 根本原因很简单 这个车就是因为轴承坏掉了 导致了这个轴承在变速箱里面 来回的搅动 俗话说一颗老鼠屎坏掉了一锅汤 就是这么简单 这轴承又是一个特殊型号 它那个轴承是那种滚珠式的 然后我只能给它找到一个圆珠的那种轴承 用来替代 我比较纳闷的是 这个变速箱它居然没有单独的零件提供 这轴承我买不到 然后损坏的中壳后壳 我也买不到 都说没有 要换总成 我说不可能因为一个轴承 然后再加一个后壳 我就要去换个总成吧 这是有点不划算 你说车坏了 我可以理解 对吧 这个毕竟它跑了四万八千公里 而且也长时间没有换油 但是你说没有单独的零件提供 我就很不爽了 又不是什么高档车 是不是 而且都容易坏的东西 为什么不能单独提供零件呢 怪不得车主说他再也不想买这个车了 而且他现在马上就想把这个车给卖掉 也不是说这车不好 那你说以后要是再坏了 那又得换总成 那你说你能受得了不 反正我是受不了的 我买一个车 没有单独的零件提供 即便有这个单独的零件提供 那我还得去大费周章的去买 还到4S店才能买到 那不闹心吗 是不是 好 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